現在我們是在麗寶樂園這邊喔 那今天呢 我們要吃的晚餐呢 是在飯店裡面使用晚餐 剛剛從樂園散會出來而已 你看我們玩到現在 天都黑了 已經關門了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這邊晚上的時候呢 你們有什麼可以吃的 可以玩的 實在是蠻多的 因為主要是這邊 後面就是那個Outlet 就是那個Mall 那裡面的話呢 有分一期跟二期 有看到前面那個亮亮的 那個摩天輪的話 一定要來做一下 因為風景很棒喔 很高喔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的話 在飯店的這邊 有一個便利商店 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它的營業時間是早上的8點到晚上10點 如果來這邊要補貨的話呢 記得10點以前一定要來補貨喔 如果錯過的話 沒關係 跟著我走 我有秘密基地來告訴你們喔 在麗寶樂園這邊的話 住在裡面的話呢 要吃什麼呢 像如果說 住在裡面飯店啊 有時候你們覺得肚子很餓啊 但是它只到10點鐘關起來怎麼辦呢 那就要跟著我走來看看喔 來來來 看過來 大爺 帶大家去看一下秘密基地 我們大爺要帶大家去看秘密基地是什麼喔 來 跟我一起看喔 而且還可以洗衣服的地方喔 大爺 在哪邊 帶路啊 帶大家去看秘密基地啊 買東西的啊 秘密洗衣服的啊 來 我們帶你們看秘密基地喔 如果說肚子餓了喔 這邊呢 現在多了很多設施 就比如說那個啊 個人KTV室在這邊 還有呢 晚上呢 不管再怎麼玩 這邊都還有玩遊戲的地方喔 但是投幣的 那樓上還給秘密基地是不用付錢的地方喔 唱歌 大爺說個人唱歌是在這邊 好 帶大家秘密基地在哪邊 好啦 秘密基地 我們先看一下這邊室內的話 這邊的話是付費的設施 就是呢 晚上呢 你如果不是去Outlet裡面的話 就在飯店裡面呢 也都有一些遊樂設施 可以提供小朋友可以耗費 耗電力的地方 那樓上呢 還有一些溜滑梯 是不用付費的 像這個小火車呢 這個也是要付費的喔 它是30塊的小火車可以付費 所以也是可以遛小孩的好地方喔 可以來遛小小孩喔 然後現在給大家看的是說 原本洗衣間 我們看一下洗衣間 還有販賣機的地方 如果說肚子餓了啊 晚上呢 便利商店關了 應該怎麼辦呢 也是在這邊 來 秘密基地告訴大家 躲在這邊 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有人不知道 然後這邊還有洗衣 洗衣的地方喔 好 秘密基地啊 來到了秘密基地 來 這邊很多來販賣機 就在這裡 很多人住在飯店 不曉得有秘密基地 就是在這裡喔 然後這邊有泡麵啊 還有口味喔 有牛肉口味 鮮蝦 都是好吃的 哇 花雕雞麵 我們家內行的 爸爸都是吃花雕雞麵 內行的喔 口味還蠻多 蠻好吃的 還有餅乾耶 小朋友搖八菜 也行 豆芽也行 餅乾就很好用囉 然後再來就是飲料區 這邊也有販賣飲料喔 喔 也可以用那個卡片耶 喔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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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知道秘密基地了嗎 還有洗衣服的地方 跟大家解釋一下 洗衣服就在後面這邊 自助洗衣區在這裡喔 所以如果我出來玩比較多天的話 秘密基地 洗衣服 烘衣服都在這裡 請準備零錢 自己投幣喔 他每一次的費用 我們看一下費用 五十塊錢 五十塊錢 哇 這麼多台 可是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 洗衣服的一 二 三 四 五台 烘的一 二 三 四 五 有五台喔 這是秘密基地 很多人來住的服農 可是都不知道 這樣的地方喔 所以呢 當然是我要偷偷告訴你們 好好的利用一下囉 OK 這就是我跟你們介紹的 在V1的秘密基地囉 好 跟著我們繼續玩玩玩囉 無邊境新子社團 趴趴走 掰掰 掰掰